建議侯友宜幫馬英九 請馬英九來 幫他拍一部在路上 在路上 在被統一的路上 在被統一的路上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清楚嘛 就是一個是要卸任的蔡英文總統 一個已經卸任的馬英九 也去了這個馬錫會 然後完成了祖國統一大業的幻想 那侯友宜在去年也不斷的希望馬英九同台嘛 對不對 那到底馬英九的路線是受台灣人民歡迎 還是蔡英文的路線受台灣人民的歡迎 我覺得這可以很好解釋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我呼籲侯伴 侯敬伴 尤其是馬英九的摯愛金輔松先生 拍一個在路上給人家看看嘛 那會拍出馬英九不願意交出車鑰匙 不會馬英九交的啊 只是侯友宜在開的時候 後面有韓國瑜啊 還有趙召康啊 背後靈很多耶 然後重點是這台車上有個天線是習近平在遙控啊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國民黨都少吹牛嘛 到底有沒有票 拍一個出來看看嘛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今天全部跟馬英九切割 對不對 侯友宜說我跟馬英九不一樣 然後趙召康說我不是典型的國民黨 對 那就選民進黨就好了嘛 為什麼要選一個這麼不國民黨的 政黨競爭牌就是這樣子啊 國民黨有國民黨主張 民進黨有民進黨主張 你國民黨你一路都指著民進黨的鼻子罵說 民進黨如果參選 兩岸會兵凶戰危 民進黨如果參選 這個台灣會變成戰爭跟和平的選項 那你國民黨主張是什麼嘛 看不到 九二共識嗎 那就是馬英九的主張啊 那你在切割什麼 九二共識馬英九講得很清楚啊 這是習近平的主張啊 要信任習近平啊 還是你的九二共識 有另外一個版本是不信任習近平的 可以啊 趙召康臭大嘛 最後一個禮拜 共機共箭 不要給我來 不然我可以射火箭 那你怎麼告訴我 你趙召康選上之後 可以用九二共識跟中國談和平 現在選到明明冒冒了 老公說射火箭就射火箭 我怎麼相信你 選上後保萬事太平 一個禮拜太平都保不住了 還萬事太平 選錢喊話都沒有用了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請問 這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國民黨不斷地指責民進黨的路線是錯誤的 會帶來戰爭的 那我想請問你國民黨 除了馬英九的信賴習近平 我們信賴台灣 你信賴習近平 馬英九你厲害 信賴習近平路線 還有什麼路線 對不對 這第二件事情 對不對 第三件事情今天開國際記者會 滑天下之大雞嘛 稍微有一點政治判斷 都知道這是誰的手臂 金輔聰的手臂 金輔聰過去在操完馬英九 他就有一個戰術 叫做如影隨行戰術 蔡英文去美國演講 馬英九 因為那時候是總統 不能去 金輔從代替去 蔡英文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他那個操盤馬英九 那如影隨行戰術 是從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就開始做 對手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可是有些事不要硬去模仿嘛 對不對 有些事 你長得不像 硬去模仿也不像嘛 你硬要模仿金輔武 怎麼會像 對不對 我怎麼模仿金輔武 就像你侯友宜 怎麼模仿蕭美琴一樣嘛 他是天跟地嘛 所以想個怪招 我關聲音 所以你說故意的是不是 怪招嘛 這當然是怪招 關聲音不至於嘛 有可能有這種爛招嗎 通常應該是你一發現沒聲音 就趕快校正了 你說30秒沒聲音 我還信 你不要說直播 我置錄一下搶救王毅川 我們搶救王毅川不是邊繞鏡邊直播嗎 全台灣跑 我直播網友說聲音小 我馬上就臭罵那個 那個中控的嘛 趕快大聲一點 像國民黨開這麼多記者會 奇怪 啊怎麼不是林濤 拿這個羅智政的時候沒聲音 奇怪 啊怎麼不是林濤 這邊講賴清德賺八百萬的鬼話的時候沒聲音 輪到侯友裡講國際 大局勢要繞英文的時候給我沒聲音 而且還沒聲音16分鐘 馬上監控就回去說 拍誰現在有問題 我們30秒解決 它不是很大了嗎 我想觀眾朋友 你看我們節目看幾年了 有沒聲音過嗎 那這一場不是要洗白昨天馬英九的專訪嗎 他怎麼還給人家沒聲音 所以就是這樣子 他們發現賴清德跟蕭美齊是金城武 那這場模仿金城武長得不像怎麼辦 戴頭套 他們這就是戴頭套 記者會沒聲音叫記者會 戴頭套或是露背影 你看我背影也很像金城武 看像不像 很像打很像 可惡 我的意思是怎麼會沒聲音嘛 騙人家是外行的嘛 所以我覺得狀況是這樣子啦 就是國民黨荒腔走板嘛 打到選戰 此時此刻剩不到48個小時耶 就要投票耶 還搞這出沒聲音 切割國民黨 切割馬英九 算了啦 看這投民進黨好 其實也不會啊 因為 之前 剛剛大家不是都有講 侯友宜想要找這個馬英九的時候 在這個黨內初選 不管他是跟這個郭台銘在競爭的時候 或者是在藍白河的過程 跌跌撞撞的過程當中 侯友宜的民調這麼低的時候 我是說在十月以前 結果馬英九也沒有辦法說 一定要怎麼樣出手幫忙 然後大家都在講說 侯友宜你得不到馬英九的這個支持 所以馬英九作為國民黨裡面的 黨內大佬之一 又是前中華民國總統 又是前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榮譽的黨主席 當然他一定有他的這個備份 一定有他的聲望 但是他的主張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比較 幾乎是統派 不能說比較偏近統派 那統派也沒有什麼不行 這是他的政治主張 跟一貫的這個想法跟理念和思想 那我覺得就是尊重他 那他講他的 就像趙少康跟侯友宜先後說 馬英九講的又不是等於侯友宜講的 侯友宜不要忘記 我也曾經在 不只在我們本台節目中講過 侯友宜在這個當年當警政署長 當得好好的 馬英九一上台他就被兵起來了 然後變成去警大校長 然後幾乎都準備快退了 然後後來被朱立倫找去當這個 新北市的這個副市長 所以這一段大家也知道 他本來就跟 比起跟前總統的交情 大概陳水扁照顧他 比馬英九照顧他多得很 所以你到底是要講說 馬英九對侯友宜很好 還是馬英九對侯友宜不好 那現在侯友宜選擇 擁抱馬英九了 那現在要選擇切割 擁抱完之後 那個時候覺得深藍票拿得到 現在覺得是毒藥又要吐出來 是下去能吐得出來嗎 侯友宜不是擁抱馬英九 侯友宜是擁抱自己的理念 和中國國民黨的這個黨員 他是擁抱這個藍營的支持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真的是有擁抱 你看那個時候 那你講的是動作擁抱 他兩岸政策有共識 他們那個時候 是達成這樣的協議 而且這一次 馬英九在德國之聲 不是也特別講說 侯友宜兩岸是跟著我走的 那是他本來就想要提出 他的想法跟下指導期 但你想想侯友宜 豈會是跟著他走的 侯友宜如果跟著他走的話 當初在提兩岸共識的這些意見的話 馬英九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意見 就這麼多的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這些想法 去想要去試圖引導這個侯友宜 所以其實我相信侯友宜 他有他的主見 否則你看他在處理各種新聞議題 跟事件 可是他今天的主見 我聽到他的麥克風 就直接督給了趙少康 其實從那個時候 辯論會的時候 我都還沒有聽到說 他的兩岸政策到底很具體的是什麼 他的兩岸政策一直講得很明確啦 講得很久啦 包括3D的這個方式啊 又來了 又來了 3D那個誰啊 Deterrence 那個誰 誰背得出來 你是背不出來的 李佳凱背得出來 你背不出來不要亂講 我就直接講3D就好了 好像3D戀疫模型就好了 背出來的人不要 我好像不忍心 用李佳凱能講 賀主對話降低 你看 我旁邊有人那個 你救了國民黨黨政拿出來 你救了國民黨黨政拿出來 真的是感謝 你救了敬民歌一命 感謝朗東 所以我知道我旁邊有人幫我救駕 你看 就直接幫我講出來 因為連國民黨都不相信 連國民黨都不相信 他的主張就很明確 所以我就說怎麼可能去呼應馬英九 欸那怎麼辦 他在講天前這樣子 我們大家是選到剩下兩天 大家有點歡樂 不是 因為大事已定 大事已定還大事已去 你講清楚啊 但是有點懶得反駁靜平哥 繼續繼續 不是因為靜平哥剛剛講的 我想說你也加油好嗎 你的語氣聽起來很低沉 你知道嗎 不會啊 你不覺得我們很happy嗎 人舉快要到了 大家快樂去投票 然後快樂等開票 反正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就說 馬英九的想法 不能套在侯友宜跟趙少行的頭髮 那老實講 國民黨現在裡面到底有沒有炸過 馬英九的談話 覺得怎麼又來了 他來亂嗎 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反應覺得 又來了 他來亂的嗎 就是那種感覺 就很直覺的 會這樣子 那不是所有人都一定會這麼炸鍋 只是 就是額頭上會有一個問號 圈圈叉叉的 然後我覺得 選舉剩下兩三天 那不要亂講話 不要講錯話 像類似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馬英九 你就體諒他 有時候就是要有一些 歷史定位 歷史定位 不是歷史定位 刷存在感 他早就一直在 他還要刷存在感嗎 卸任的這個元首 他怎麼刷都一直 都一直有他的這個影子在 而且在藍白河的過程當中 不是11月15號主持的 那六點協議在那邊 所以我就說 就了解和體諒他 作為卸任總統和全國 那選前之間 你們到底有沒有邀他啊 我們怎麼邀他啊 我知道的是 我知道的是本來想要找他 可是經過了這一次 這樣的一個狀況 沒有什麼不好 他不是發聲明說 從來沒有接受到任何邀請 所以不會出席嗎 所以本來有達成協議是要去的囉 我相信應該是有啦 那經過了這些事情 不來也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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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他不來也好啦 因為馬英九就是國民黨的氣子 不是氣子啦 賣來亂 這個時候賣來亂啦 就是他講他的 我們做我們的 我們push我們的 然後我們選我們的 不要在這個節骨眼 然後弄得大家就是尷尬 然後進退為故 所以我就說 謝謝馬英九來 謝謝馬英九這時候來助選 謝謝 你要想想看就是像那個 這個周星馳的媽媽 這時候看大家太無聊 拿一把這個鹹魚乾 當上幫寶店一樣 我出來這個娛樂大家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是 這個餘性時間 他就剛做的是這樣的一個看法 就過渡了他過去 所以你再去幫他拗什麼 沒有用 他講他本來就是這樣的主張啊 那可是我相信國民黨跟 侯友宜 絕對不可能像馬英九說的 你看馬英九在自己當總統的時候 任內他都說不同不武 對不對 不同 絕對不會往這個方向去 同樣的 我相信侯友宜當選總統啊 他也一定 往這個方向 絕對不會去什麼什麼 統一一點 不會去碰這個獨立 就是以維持現狀 台灣民眾兩千三百多萬人的 這個想法為主 不可能馬英九說什麼 他就做什麼 總統是他在選是他在當 又不是馬英九 好 我覺得敬平哥好安樂喔 他現在感覺起來 已經有點自我放棄的感覺 沒有自我放棄 他也知道他們還沒有了 他已經知道他 我沒有了 他沒有了 我沒有了 他沒有了 他最為何人的 這是零貓 我是零貓 你